今天我买了催化器的清洁剂 来试用一下 我主要用的目的的话是想清洁一下氧气传感器 以及吹一下催化器里面的蜂窝结构 价格不贵 大概二十几块钱 网上有人说 可以用催化器清洁剂来清除P0402 我个人的使用心得 这是我第二次用 第一次用的话也是听信了 也是看了网上的一些视频 说这个可以用来清除P0402 我用了之后 那根本就是清除不了 因为什么呢 我的点火塞坏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 我的理解的话只是说 是一个像是打补丁的东西 如果你的硬件化了的话 那你怎么清洗是都清洗不了的 所以说这个P0402的话 你是怎么也消除也消除不了的 我现在把发动机点着 我已经把我的读卡器连接到汽车上了 现在它正在扫我的那个码 现在我们连接到LiveData里面去 首先你可以看到的话 我现在找氧气传感器 看这就是O2B1S1 就是这个氧气传感器的话 电压值的话是0.28伏 它的阀值的话是1伏 就是如果你超过1伏的话 你就会出现P0402这个代码 就现在我的这个后段的氧气传感器是很好的 现在我们找这个发动机舱上的那个氧气传感器 所谓的就是O2B1S1 这个的话是在发动机舱上面的 你可以看到我显示的是2.2伏左右 它的阀值的话是2.5伏 所以说我这个氧气传感器的话 的读值的话是很接近这个阀值了 就稍不一小心的话 我就会触发到2.5伏 就会触发了这个P0402这个代码 另外的话我现在要找一下 就是吹花器的温度 你可以看到 我是CATEMP11是12度 所以说我这吹花器的温度应该是没啥问题 如果你吹花器堵住的话 就这温度上升会很快很快 所以说大家也看到了我发动机舱上的那个氧气传感器 它的是2.2伏左右很接近这个2.5伏 所以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吹花器清洁剂的原因 就是我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吹花器清洁剂能把这个氧气传感器上面的脏污可以吹一下 另外的话也能把那个吹花器里面的蜂窝结构里面上的鸡汤给吹一下 这是最好的最理想的情况 另外的话也顺便顺便一把比如说喷油喷油嘴也可以清理一下 这是它上面写的这些都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就是可以清洁氧气传感器 还有那个喷油喷油嘴肌活塞头都可以 所以说如果能达到这个效果的话 清洁效果的话那我花了二十几块钱也值得了 但是你要是说这个东西能把P0402这个代码给清理掉 那要取决很多因素 如果你的硬件坏了的话 那我可以保证的话是这个清洁器的话是完全不会没有用的 因为你的硬件坏了 这个是它是不会修复你的硬件的 好了现在的话我就教大家怎么使用 使用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你把油剩下四分之一或者是四加仑 然后把这一整瓶倒进去 开10到15ml 然后再加满油就可以了就正常使用 所以说我现在的话要去把它倒到我的那个油箱里面 好现在我把这加油箱盖打开 然后拿上我的炊化器清洁剂 然后把这拧开 好拧开了之后我就一整瓶倒进去了 然后盖上油箱盖 然后盖上油箱盖 然后就加满油就行了 现在开通汽车 好一会见 我开完10到15ml 加满油之后我再来用那个度卡器检查一下这三个参数的数值是多少 好一会见 我已经开出去10ml 然后顺便把油也加满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度卡器再连上 来看看数据啊 接着看数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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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O2B1S52的话变成0.7了 还是在罚值之内 所以说可以 O2B1S1的话还是2.26 所以说基本上没啥用 就没有清理到这个发动机舱的那个氧气传感器 然后吹化器的温度现在是136度 那应该是说明吹化器是正常工作 如果你的吹化器温度已经到了比如说300摄氏度或者是400摄氏度 那就说明你的吹化器已经堵住了 现在说明的话我的吹化器是正常工作的 我这开10秒的过程当中的感觉的话是不是有点心理作用 感觉加速性可能好一点 剩下的话我就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就观察是不是更节油一点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吹化器的话对我吹化器清洁器对氧气传感器的清洁是没有体现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完全依靠这个吹化器清洁器来清除你的P0402 扣的的话我个人是非常是不建议的 因为虽然它只花了二十几块钱 但是你要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P0402 如果是硬件坏了的话那你就相当于是下错药了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你最好的话是买一个读卡器把这个P0402清理一次 如果清理一次重新点火的时候立马要出来 那基本上就可以断定你某个硬件已经坏了 你再用这个吹化器清理计的话 你怎么清理的话你这个P0402这个扣的还是会在上面 但是说你是只是抱着你的车时间长了 想去清洁一下吹化器清洁一下你的发动机仓 那是我还是觉得你还是觉得尝试一下 这个的话使用的话是一年的话两到三次 所以说也不贵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拜拜